好听广告 Action 三层会客室 大家都听过民以食为天这句话 但是现在市面上食品包装的样态不断的推陈出新 不管是在网路上或网路购物 或者是大家在超市卖场购物都非常的方便 但是消费者要怎么样来安心选购呢 今天在我们三层会客室就要来跟大家聊聊 如何看懂食品标识才能安心选购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苗栗县政府卫生局食品科徐毅清科长 来到三层会客室 科长请您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苗栗县政府卫生局食品科科长徐毅清 科长食品样态不断的推陈出新 消费者要如何安心选购呢 其实很重要就是在产品外包装上面的食品标示 其实就是消费者在选购食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项指标 那业者其实我们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他需要把食品的内容正确的标示展现在包装上面 不仅可以吸引消费者注意 也可以代表他对产品的一个负责态度 那消费者也可以透过产品上面的外包装上面的标示 可以得到正确的资讯 也可以买到自己适合的产品 那也是对消费者一个权益的一个保障 那其实食品标示的法规 在他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以及施行洗则都有相关的规范 那食品业者有义务要遵循法规 那提供正确的标示给消费者对此负责 科长那我们请问一下 旅游风景区摊贩 卖很多当地的民产 我们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吗 其实我们大家都会到风景游戏去玩 也看到很多摊商在贩售当地的一些民政产品 特别是农产品的部分 那可是农产品大部分都是一些 我们讲的新鲜的蔬菜水果 它其实我们算叫做零散的一个散装食品 它没有密封包装 所以它大概基本上只要跟购买的消费者说明 它是什么东西 就是品名的部分还有原产地 就像我们大湖很有名的草莓啦 我们是公馆的红枣 还有我们铜锣的杭菊 都是一些很有特色的农产品 那它就要清楚地标示说 是大湖的草莓 或是说苗栗的草莓 或是铜锣的杭菊 或是公馆的红枣等等 要标示清楚这样 那像可是如果像是蜂蜜啦 或是一些菩菜 它有罐装的包装的话 那它可能就属于完整包装 那包完整包装要标示的东西就很多了 例如说它我们讲一本上 基本上它就有七大项 例如像品名啊 内容物是什么 重量净重啊 那厂商的资讯 那包括有名称啊 还有电话号码还有地址 那原产地 有效日期景一样标示等这七大项 如果它有添加 添加物还要标示添加物 当然这些东西不是只有这么简单 因为还有依照产品的属性 以及特别还有其他要标示的部分 所以这些部分 那其实标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讯 也是要求业者要很清楚的标示的一个项目 那当然我们一些新的规定会 其实会随着不同的 因为要对消费者进一步的保障 还有对产品的一个 我们其实刚刚讲 不管是推程出新 或者说我们希望消费者更了解 我们卖的东西的一个商品 是买到什么资讯 所以像今年度有个蜂蜜的新规范的标志 有规范说我们蜂蜜糖让大家买说 是不是纯百分之百的蜂蜜 这个部分 其实在今年的7月1号 在品名的部分就非常的要求说 如果它不是蜂蜜百分之百 只有含蜂蜜到百分之百 不可以标示蜂蜜 或是纯蜂蜜 或是百分之百的蜂蜜 如果它的蜂蜜的纯度 有到60%以上 我们就只能标 看它是不是有添加糖 那就要标示为加糖蜂蜜 如果没有添加糖 而加其他的原料 它就要标示调制蜂蜜 或者是含什么的蜂蜜 那当然如果它的含量 蜂蜜的含量不到百分之六十的话 它的品名部分就只能标示 蜂蜜口味或风味 这样子 那如果里面完全不含蜂蜜 那它就不能标示有任何的蜂蜜的质量 否则依法可以裁除标示不实四万元 所以我们在购买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去看食品的标示 这对我们消费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好 最近大家出国大多首选究竟的日本 那不能出国买日本零食的 听众朋友又要注意什么呢 像最近核废水排放也是很担心的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科长来跟我们 听众朋友稍微说明一下呢 日本的进口食品 以我们的法规规范要标示 都道浮现 就是我们讲的像北海道啦 东京都等等 它不是只有标示到日本就好了 那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害怕 因为日本核灾之后 大家很怕吃到日本 很有福射的一些食品 所以只要看清楚 日本进口的食品里面的原产地 就可以避开浮岛五线市 例如浮岛 我们的池城 立马群 立木群马千叶等五线市的产品 就可以避开吃到辐射相关食品的部分 那另外 身对8月24日 那日本排放核废水 那虽然说 大家就害怕说 是不是有含有川的这个物质 会排放到我们的海洋附近 其实依照洋流的部分 大概一两年之后才会到台湾的海域 大家可能会对说 不管是谁产品啊 或是我们购买的食盐啊 会遭受到污染 其实不用特别贪心 尤其是对川的部分 那其实它在盐的制成过程中 就已经随着杂质被排出去了 所以就不用太担心 那当然针对日本的食物的食品 我们一直在做边境的检疫 那在后市场的部分 就是我们每月都会做 日本食品的标示茶盒之外 还会做放射性核种的一个抽验 所以到目前为止 苗栗都是检验合格的 所以相信也不用太担心 也非常谢谢我们苗栗县政府 卫生局的把关 所以我们苗栗乡亲在选购 就是有关于开放 近期开放日本的核岛辐射食品的部分呢 也能够安心 不用太过于担心 网购或团购真的很方便盛行 科长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透过网路购买食品 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吗 其实网路购物很方便 其实我自己也常常上网去购物 不管是食品或是一般用品 那我们尽量 消费者我们尽量选择就是 有实体店面 而且商与良好的店家 那其实依照通讯交易的 不订定的食品或餐饮服务里面的 定型化契约 它其实应该有标记说 应记载或不得记载的事项 所以业者在产品的部分 他在网页上就要清楚标示 什么叫应记载的事项 例如说我们的食品标示的部分 就是说产品的资讯的部分 那另外不得记载的部分 就可以不得广告啦 这些标示不实的部分 所以消费者其实在我们的 法规的规范是有被规范的 所以业者要遵循这样子 那消费者在选购上面要做一什么 其实注意四大原则 就是看查胜选 看什么呢 就看清楚你要购买产品的内容 例如说他们标示食品登录字号啦 或是你买的内容是不是你所要的 那第二个查 就是说你要去查询 相关的食品标示的资讯 他也会在网页上录出 那再来就是审慎施粮之后再下单 就是你要不要 你需不需要再去购买 那当然取货的时候也要小心 因为你取货完之后要注意看上面 食品上面有没有有效日期或中文标示 因为我们的食品基本上都要中文版底字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清楚 那当然就是原产地 那包括刚刚前面讲到你要避免日本附到附近的食品 就可以凑合原产去看一下 那你避免买到来路不明的食品 那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就是 在购买冷冻冷藏食品的时候 因为他是不是送货来的时候 是不是低温的冷配送 或是他有效日期 如果购买完之后 你发现那个有异状的时候 要赶快通知业者 然后进行退货 那当然建议使用前要依照标示 就是你买到之后应该要冷藏或冷冻 你就依照这个去保存 那在最后再提醒听众朋友们 就是生鲜食品它是容易腐败 还有保存期限比较短 所以他没有享有七天无条件退货的权益 这个是听众朋友要注意的 嗯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定要记住 生鲜食品是没有享受七日无条件退货的 科长现在代购团购很夯 很多年轻人会利用网路商城平台 创业赚钱或兼差 那有什么要注意规范的吗 我们都知道说有的人想说要赚钱 就上网去代购国外的食品 或是向国外的卖家买进来之后 再去我们不管是各个平台去销售或网路直播等等 其实这些都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就是即便你是用自己个人脸书的粉丝专业 那其实都还是涉及到输入食品 查验登记已经产品上面要有中文的标示这个部分 所以贩售没有中文标示的产品 其实这个都可以储信台币三万到三百万罚款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罚则是很重的 不要说没有赚到钱反而被对法规财罚 那没有钱没有赚到反而被罚款 那当然要提醒大家都最近都开始出国了 那出国在国外带回来的食品有些数量的限制 例如说我们单一品项的价钱超过一千块 而且重量超过六公斤的时候 就要办理食品书嘟子查验登记 那如果像大家很喜欢去日本去买一些保健食品 尤其是胶囊定状类的 这个东西其实它都有规范的 同一品项不能超过十二品 那总数量不能超过三十六品 如果这样超过的话就要主动申办查验 那这个部分要请消费的注意 一面就是做法 那当然你从不管是你自行从国外带回来 或者是从网路上从国外带购 或游过来的外国食品 只要在贩售 在国内贩售 你就一定要办理查验登记 然后而且要标示中文标示 不然都可以出三万到三百万的罚款 是 所以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 不管你是在自己的脸书或LINE等等 在贩卖有关于一些食品 或者一些商品的部分 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规范 不然就会得不偿失哦 科长 像电视广播 网路商城 脸书 粉丝专业 LINE等通讯软体或直播 贩售的食品广告 好像都很神奇有效 我们要如何选购呢 其实要再三更金钟朋友们提醒 就是食品仅提供我们人体 手需要的营养素跟热量 它没有办法改变生理功能 也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身体外观 甚至不可能有医疗效能 那其实业者当然打广告的目击 就是要吸引消费者去购买 那可能用词就会非常的夸大或神奇 那要提醒亲众朋友们切勿清醒 像可以瘦身啊 或美白啦 或变年轻啊 回春啊 治疗疾病或是改善症状等等 过于神奇的食品广告 那这些以免后面破财又伤真哦 要坚持五 我们提醒亲众朋友要坚持五大原则 就是不信 不听 不买 不吃 不推荐 那当然身体上面如果有什么不舒服 应该要尽数就医治疗 那并当然平常就要配合均衡的饮食 或规律的运动才能常保健康 那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一些保健食品 那其实要把握三大原则 我们提三部三药原则 提醒亲众朋友 例如说三部就是 不要将食品当药品 这很重要 因为它真的不是药品 没有治疗效果 那不要相信花大不食 或者是强调疗效的广告 因为食品就是食品 那不要自己诊断或治疗 就说我可能缺乏什么营养素 我就要补什么 那这个还是要经过 医师或营养食品 不知后再去服用 那三个药就是跟前面讲的 要了解自身的需要 是不是需要这个产品 那当然在买的过程中 要看清楚产品的标识 那最重要最重要 再提醒亲众朋友 就是要请教医师或营养师 是否需要补充这些保健食品 以免补充了这些保健食品 花了钱 其实对身体 当然说没有坏处 可是也没有好处 就是花了一些不该花的愿望钱 嗯 是 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当医师哦 近来因为缺蛋进口蛋 物标效期引发民众食安的疑虑哦 科长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卫生单位的作为 以及民众要如何购买蛋才安全呢 其实大家知道 最近的渔行都非常关注 进口蛋的一个食安问题 那我们苗栖县政府就启动了 市售鸡蛋的鸡查专案 那从9月13号开始直到今年年底 我们会到我们县内的各大的 大型贩卖场 贩售厂或是卖场或超市 超商还有传统市场等等 贩售鸡蛋的一些生鲜鸡蛋的场所 去鸡查鸡蛋 那我们通常会从几个面向去看 例如说我们看一下鸡蛋的外观 那检查一下它的完整性 有没有破损或是有8枚或变质的情况 那另外开含我们清楚的做好标识 比如说品名跟原产地 还有有效日期 那后续当然我们会进行抽叶 那大概我们每年会鸡查 每个月啦 大家会鸡查大概50家的蛋的产品 那另外也会进行抽叶 大概每个月3件左右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为了我们的乡亲 去做生鲜鸡蛋的标识 以及品质的把关 那另外乡亲在选购我们的鸡蛋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是买那个蓝装的散装的蛋 那要看一下 我们在记查过程会看一下 它的外观是否干净 那有没有残留一些鸡的粪便或污泥的一些东西 表面有没有一些变色啦 或蛋壳有没有完整 这个是很重要 这样不要挑选破蛋 那另外就是选购盒装的席选蛋的时候要注意说 它的外包装是不是有清楚的标示品名 原产地有效日期还有保存期限还有制造商 那其实有可以针对上面的追溯追踪有时候扫描 可以知道哪些牧场生产的鸡蛋 那当然会建议听众朋友 大概首选我们的席选的鸡蛋是保障比较多的 嗯没错 国产蛋才是最佳的首选 今天三层会客室非常谢谢苗栗县政府 卫生局食品科许玉清科长来到节目当中 跟听众朋友宣导食品标示 以及如何安心网购食品等重要的资讯 三层会客室我们下次见 三萌营安自赛